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成为肉身的时候 这个叫道成肉身 对不对 就是耶稣基督的整个位格了 所以信的结果 你的生命里面形成基督的位格 基督这个人格 基督的性情 基督的意志 基督的行为 基督的生活 各位 你信的结果 你的整个的生命 恢复了基督的荣幸 所以信的结果一定是这个东西的 那你看 有些人信的时候 有一个道理 比如说有些人信孔子 孔子学 孔子的道理 圣经学 神学的一个道理 但是你看 好好看他的时候 他是不是成为一个基督人 所以信心不是理论化的 乃是基督化 那基督活在你生命里面 真的信得越清楚之后 这个人的生命 这个人的性情 一切的一切 各位 看他的时候像基督了 所以有些人说 各位看有些基督徒 他很好的品格 很良善 看他的时候 样样都好 但是旁边的人看他的时候 看不出基督的样子在他的身上 那基督是凡是听从父 爱父 追求父 聆听父的声音的 这个样子有没有在他的身上 可能你是一个持乡的父亲 很爱妻子的丈夫 或者怎样的 很殷勤的人 很有责任感的人 各位 这个是我们一直把这个人看成这样 基督徒有好见证 看他的样子 但是你再看他的生命 他是凡是听从父 他是不是有基督的心肠 所愿 关心 思想 他的生命有没有这个东西 如果没有的话 他可能信错了 各位 我再讲一次 信心的主向 那个就是基督了 对不对 我已将万事丢弃 当作粪土 唯要得着基督 唯要能够多认识基督 学向基督 活出基督 基督在我的整个的心思意念 表情 做人 做父亲 做丈夫的整个的样子 能够回复 各位 是这个东西 各位 圣经里面成为一个人 圣经成为一个人就是基督了 所以你信的结果呢 你信的结果 各位会发现啊 这个基督化在接着你的生命 你的生活会彰显出来的 所以不要把那个信心抽象化 好像我们每次讲到信心的时候 好像一个人他信的时候 有些人是把信心当作好像一种触动力 他服侍当中的一种能力 讲道的能力 然后祷告的能力 好像是这样 信心不是带来触动力 信心是生命力 各位听得懂吗 life force 生命力来的 是一个生命临到你之后呢 那有生命的人 有生命的东西他会活的 对不对 有时候有信心的人 有时候会刚强 有时候会软弱的样子 有时候就是有时候会责备人 愤怒也会的 对不对 有时候呢也会温柔 良善的那个样子 所以呢 但是呢都是听重复的 各位要明白这句话 信心的结果是叫你成为一个人 什么人 基督人 福音人 对不对 人看到你的时候看到基督的 这个意思 信心的结果是这个 所以不一定一个人 他读了神学 懂很多的道理 好像我信 不是 那个是可能是一个道理 他被他所信的有些观念困着 我是基督徒 我应该要这样做 我应该要这样做人 我讲话要有这个样子 不 你要问 你像基督吗 你思想像基督 你的关心 你的所愿像基督吗 一定要有这个东西 各位理解吗 信心的结果 这是第二 所以我再讲一次 第一 信心讲的时候 那个方向 那个内容要对的 所以不是宗教乃是福音 对不对 这个要很清楚些 第二 信心是必定带来基督化的 基督的整个的位格 形成在你的生命里面 这个是第二 第三 那么 各位 当我们讲到信心的时候 我们会知道 这个是没有一个人能够完整 到基督的程度 所以信心不是一个达成 达成完美 信心是一个追求 追求 昨天我学习怎么像基督 今天再学习 然后明天有苦难的时候再学习 所以那个一个达成的程度 所以弟兄姐妹 因为我们使徒保罗讲很重要的话 我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 已经完全了 我乃是竭力追求 他这么成熟的灵命里面 他竭力追求 天天多想基督 所以我们弟兄姐妹 没有一个人在这个地方 听今天的信息的时候 心里面得到控告 好像我以前每次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我已经因基督的缘故 将万事当作粪土 我每次听到这个东西的时候 马上我的心里面的感动就是没有了 有一些人一听到活出基督 活出基督这句话马上switch off 他的心关闭了 好像对这句话有抗拒力 他们说 甚至有一些人我这样活出基督这句话的时候 有些人说这个是律法主义 甚至有些人说是律法主义 因为我们人是不可能 基督是神 我们人不可能做到他的形象 这样完整的做到 其实他们不明白了 其实呢 这个是一个 不是一个perfection 靠信心活不是一个完美 乃是一个追求 就越来越像基督 那这个过程当中呢 上帝精炼你 给你试炼 有时你受试炼的时候 你很痛苦 你很不像基督徒的样子 你口里面很多的埋怨 你心里面很多的控告 那个光景也是 其实上帝在造成你的生命 教你的生命 福音化 基督化的那个过程 是需要的 各位理解吗 所以你到什么地步 按着什么地步行 今天上帝的话 所以你要知道的是 你在那个地步 上帝给你的那个地步 那个的信心程度 你怎么以那个样子来跟从他 在那个地步 一垃圾 至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